晚安 我們開始第二堂課 話說剛才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都會回三明補習班三樓老師休息室吃飯 然後我走路上樓梯上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位帥哥阻擋我的去路 不讓我走喔 哪一條 304條強制罪馬上就想到了 結果他就開口了 他就叫我老師這樣子 他說老師我是去年上榜的學生 所以他要來幹嘛 要鎖命了嗎 上榜耶 他是要來跟我約麥當勞的 當然答應啊 我們就約麥當勞 然後這位同學非常的客氣 然後他還送了伴手禮給我 然後這是那個 這不是麥當勞 這是那個星巴克 非常好吃的那個咖啡蛋捲 咖啡蛋捲 然後呢 這就是當老師的樂趣所在的 我上一節課不是有跟他講過 我現在心境比較不是追求個人的掌聲 那個是希望那個老師帶出來的 或是教出來的人 有好的發展 被人家肯定 那個看到自己的學生有好的發展 然後得到掌聲 比我自己得到掌聲更開心這樣子 然後那個這太大合了 所以各位同學要幫我一件事情 就是等一下中場休息的時候 我會發下去 然後大家每個人拿一根這樣子 這樣子分一分 你要沾一下喜氣嘛對不對 上榜考生 上榜的算 因為比你們早一點嘛 算學 某種程度算是學長 沾沾喜氣 沾沾喜氣 然後呢 萬一不夠 或是那個 我們看直播上課 同學就不好意思 那個 你們找我吃麥當的時候 我會加碼 好不好 然後再等一下呢 我們上完半堂課的時候呢 這個好吃的高級蛋捲就會發下去 然後大家這樣 一人一根一人一根這樣子 可以齁 好 然後希望呢 就是明年的此時呢 就是各位同學 就換你們來攔住我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講演的第四頁 我們在上一堂課 是不是把心發種子和分子的架構 都跟大家說明了 好接下來我們進入細部的條文 先從第一條開始看 第一條超簡單的 罪行法定原則 或是罪行法定主義 它的條文在哪裡呢 條文在 各位同學可以把那個條文打開 一邊對照一邊看喔 因為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會一邊催眠你們 讓你們在上課的過程中 就把台文記起來 好在第一條看一下 行為之處罰呢 以行為實質法律 由明文規定者為憲 這一句話就是罪行法定主義的定義 就是你要處罰一個行為 必須要怎麼樣 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處罰的規定 而且是明文處罰喔 然後呢 重點是行為實化起來 行為之處罰 以行為實之法律 由明文規定者為憲 就好像啊 那個老師是不是講過 處罰AI換臉這個 新的刑法的法條 是不是上個禮拜 1月7號才剛剛三讀通過的 可是還沒施行喔 因為那個 立法院三讀空通過之後 是不是就生效了 no 什麼時候才會生效 總統公布 而且如果呢 總統公布開始哪個公布日 公布日之後是第三天才生效 如果他沒有指定說 是從幾月幾 哪一年幾月幾日開始生效的話 是總統公布後 公布日期的一二三 第三天才開始生效 所以目前生效還沒 因為總統還沒公布 算 算 如果總統公布日是1月1號的話 他是1月3號開始生效 如果公布的時候 公布的時候沒有特別說明說 是從幾月幾號開始生效的話 只有說公布日生效的話 那是一二三第三天開始生效 董侯所以目前新的條文還沒生效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總統有公布 理解齁 好繼續看齁 所以呢這個AI換臉的行為 如果我已經做了 可不可以用 還沒生效的法律 或是還沒 剛通過的法律來處罰我 不可以 因為不可以溯及寄我 所以這個是第一條要 講的重點在這裡 好然後第一條是不是後段 居宿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一統 來 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有哪四種 現學現賣喔 就已經催眠過了嘛 86條的 今天如果一個五歲小朋友 把同學殺了 雖然不會被起訴 但是他要接受什麼處分 要接受保安處分嘛對不對 感化教育這個保安處分 保護社會安全的處分 對不對 86條的感化教育 還有呢 第二種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是什麼 87條的監護處分 就是 86條是年紀太小 87條是什麼 精神障礙 有神經病嘛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兩條是一樣的 很好 88跟89叫做境界處分 分別88是什麼 吸毒 89是 有沒有 你會發現用聯想的方式很快 然後90條是不是刪了 強制工作刪了嘛 所以下一個是91條之一叫做 強制 治療 那什麼樣的犯罪會需要強制治療 SEX 性犯罪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就四種了 所以 你再請各位同學 在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下面 寫上那四種 8687 8889是一組喔 8687 然後第三種是8889 然後第四種是 91條之一 好 然後我們思考一下 什麼叫做意統 意統就是也一樣廢話 那怎麼樣把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 意統這個東西帶到前面那句話 就是行為之處罰 以行為實施法律有明言規定者會憲 也就是說呢 把他想懂喔 想懂就不用背了 什麼叫做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 因為一統指的是 你要對這個人為那四種的保安處分之一的話 你必須是這個人犯錯的時候有那樣子的規定才可以 聽得懂嗎 那個人某個行為人犯錯的時候要有對應的保安處分的規定才行 而且那四種是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 欸 各位都醒了沒 還是中午 中午睡得不錯喔 現在可以喔 等一下中午就是那個 等一下那個中場休息就是用那個好吃的蛋捲來賄賂大家這樣子 公務人員行賄罪 哈哈哈哈 好 可以喔 好居宿人身自由在催眠喔 就那四種喔 保安處分 監護處分 進階處分 還有 強調治療 然後呢 這四種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也有罪行法定主義的適用 或罪行法定的適用 也就是說我要對這個人 給他處以這四種居宿人身自由保安處分的話 必須是他行為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規定才可以 那相對的 有兩種保安處分不受罪行法定主義的居宿 哪兩種不用 就是最後那兩種 因為他不是居宿人身自由 哪兩種 把你交給誰去保護去調教 保護管束嘛 九十三條 然後最後一種是 你居宿歪滾人 把你叫你這樣滾回去 居宿出境 這兩種 因為他不是居宿人身自由 所以他不受罪行法定主義原則的居宿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對一個人居宿出境 即便他犯錯的時候沒有這種居宿出境的規定都可以 事後再有就把你居宿出境了 我要給你保護管束 就算你犯錯的時候沒有保護管束的規定 但是後來有 一樣給你保護管束 因為這兩種不受罪行法定主義原則的拘束 好 我們回來看意義 其實已經講完了 來 罪行法定主義又稱為罪行法定原則 指的是犯罪的成立要件 以及法律效果 必須事先以成文法律來加以規定 如果不是法律所明文處罰的行為 即無犯罪可言 這樣可不可以 來什麼是犯罪的成立要件 很簡單 做什麼樣 符合什麼樣的要件會成立犯罪 譬如說殺人罪有什麼成立要件 告訴我 你必須要客觀上要把殺人行為 可以 不管任何行為 只要你可以把人殺了 那個都是殺人行為 然後主觀上要有 殺人的故意 這就是殺人罪的要件 然後法律效果是271條第一項所規定的 死刑 無期突刑 死定以上有期突刑 這些要件跟法律效果必須事先加以規定 這叫做追行法定主義 如果沒有事先法律加以規定的話 可不可以事後加以處罰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 譬如說這邊有舉例的 未婚男女的批腿行為 來 各位同學有沒有被批腿過 還是你們有批腿人家 有沒有被批腿過 有啊 當然有 人生的那個 男孩變成男人的必經過程 開玩笑 最近不是那個什麼 兵役要延長對不對 來 從哪一年開始 跟各位同學有沒有關係 那無所謂 不是啦 各位同學弟弟可能有關係這樣子 有關係 聽說是從哪一年是當分水嶺 幾年生的 94對不對 所以94年1月1號出生的時候 會不會心裡很那個 很一個字這樣子 變四個月變一年對不對 你不用太難關於 我以前是兩年 我兩年了 好 可以 好 注意 法律有明文規定 處罰行為 才是犯罪行為 然後呢 罪行法定主義 或是罪行法定原則 有四個衍生原則 我們看一下 很簡單 第一個禁止塑及既往 禁止塑及既往 指的是刑法的效率 只能急於法律生效後 所發生的行為 先有法律 之後呢 才有犯行為 這個時候呢 效率才會急 而不得追溯處罰 法律生效之前 已經發生的行為 OK 目的是在確保法的安定性 來保障人權 貫徹法定主義 避免因法律塑及既往 而導致人民行為失所準拒 後面這些其實算是有點廢話 可是在各位同學寫生論題的時候 這些廢話是必要 為什麼 這樣才能讓各位同學 湊字數嘛 對 就好像作文一樣啊 像各位同學從小到大 作文有沒有字數的要求 有 有 有 就是同一件事情 你可以寫長一點 你可以短一點 可是你分練要夠 所以我們考法律的科目也是一樣 請各位同學保持一個觀念 盡量寫多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你擺音樂越長 保證分數越高 絕對的 絕對的 所以呢 那個盡可能 所以我們要從 老師編的講義裡面 各位同學學一學 怎麼樣把字寫多 好 好 目的在於確保法的安定性 以保障人權貫徹法定義 這些是不是像作文一樣 好 但是很很有助於 各位同學把那個版面怎麼樣 寫的密密碼都是字 好 避免因法律所謂進亡而導致人民行為失去所需 這邊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刑法二零一條之一的偽造卡片罪 來 什麼是偽造卡片罪 偽造什麼樣的卡片呢 偽造支付工具 嗯 很好 各位同學只要在法條裡面看到它的條號是之一之二 表示這個法條是比較新還比較舊的 一定比較新的 因為如果不用之一之二這種東西來安插法條的話 然後要每次修法的話會變成所有的條號全部打散 全部從邊 那很累耶 那很可怕 所以呢 要安插新的法條的時候就會變成原來的法條的條號不變 然後呢你要安插中間就變成之一之二之三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150條之三嘛 對不對 因為150條之三表示它是夾在舊的185條跟186條之間把它插進來 理解 而且一次插了好幾條 150條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對不對 好然後呢 2001條之一的偽造卡片 最指的是偽造什麼樣的卡片 偽造信用卡 提款卡這種支付工具 然後呢 這一條呢 是在民國90年才新增訂的 可是說實在的 信用卡是不是是一個新的技術 早就有了 你說民國90年之前 有沒有信用卡偽造的行為 多的是 因為信用卡在台灣來講 是民國70年就有了 各位同學搞不好還 可能有八年幾的 也許有 所以那民國90年以前的 偽造信用卡的行為 可以用民國90年才制定的偽造信用卡罪 偽造卡片罪來處罰嗎 不可以 所以禁止數據中央指的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禁止類推適用 好 什麼意思呢 指的是法院只能依照立法機關 經過立法程序 而明定的法律條文 加以論罪可行 不可以 筆附圓影 來筆附圓影 這是一個漂亮的中文 就是類推適用的意思 筆附圓影 近似的條文 作為創設或是擴張可罰範圍 然後加重刑法或保安處的方法 不可以 刑法都不可以 筆附圓影都不可以類推適用 只有明法才可以 明法可以 但是刑法不可以 因為刑法的法律效果比明法嚴重很多 明法的話會因為你簽錢不還 然後判你死刑嗎 一百萬不還 死刑 可以嗎 不行 明法沒有這種處罰 但是刑法有 既然刑法有的話 所以它的要件要更嚴還更鬆 更嚴而且要更準 也就是說 你不能用模擬兩可的方式 讓你可以這個適用那個適用那個類推 不可以 你只能適用 不可以類推 不可以筆附圓影 譬如說偽造貨幣罪的貨幣 它只能夠適用在偽造什麼樣的貨幣 法定貨幣 法定貨幣指的就是 中華民國 中華銀行所發行的新台幣 結束了 不能說偽造貨幣 所以偽造貨幣罪 其實它有 經濟價值的 什麼比特幣 什麼幣 都拿來 適用 為 偽造貨幣罪的課題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這邊舉什麼例子呢 偽造貨幣罪限於新台幣 就是法定的貨幣 那如果是偽造什麼 紙錢 玩具 玩具鈔票 或是比特幣這種虛擬貨幣的話 因為怎麼樣 刑法禁止類推使用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 然後第三個叫做 禁止以習慣法作為定罪依據 也就是說 法官審理刑事案件 只能以成文法作為論罪科行的法律依據 而不可以原用 不成文的習慣 作為定罪依據 那什麼是習慣法呢 指的是 依照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反覆慣行 而具有 法制確信的無形規範 好 之前繼續看 習慣法和成文法 雖然都是來自於社會的法確信 但是習慣法 沒有經過 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加一條文化 所以不可以作為 在刑法裡面定罪的一句不可以的 然後呢 台灣社會沒有習慣法 沒有習慣法 但是呢 根據考究 根據考古 在政府 從南京 破遷來台之前有 有 就是以前還管得到大陸的時候 以前有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了解說 就是刑法禁止 禁止那個 以習慣法作為定罪依據 是因為以前曾經有過 以前曾經有過 然後第四個 罪行明確性原則 包括兩個指原則 一個是構成要件明確 一個是法律效果明確 構成要件明確指的是 構成犯罪的這些要件必須要精準 不可以讓你覺得很模糊 到底什麼意思 這樣解釋也可以 那樣解釋也可以 這樣就會很危險 譬如說呢 如果有個條文說 行為不減者 除有期徒刑 兩個月 你覺得要怎麼適用 這個不減這個事情 是見仁見智的對不對 這樣就是不明確的要件 還有思想不正 思想不正來當一個要件的話 大家都中假對不對 思想不正 然後其裝易服 這種就是構成要件不明確 第二個 法律效果也要明確 指的是刑法效果必須明確 禁止絕對不定期刑 絕對不定期刑指的是 判輕判重沒有任何標準 你要判死刑也可以 要判兩天也可以 都沒有標準 但是允許什麼 相對不定期刑 允許相對不定期刑 相對不定期刑指的是 有一個range給你 像刑法二七條第一項就很清楚 是不是有一個range 那個殺人罪最重可以判到什麼時候 可以判到多重 實行 然後接下來下一層是 無期徒刑 然後呢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就是說 有一個range 有一個範圍讓法官可以去裁量 這個人可不可惡 很可惡的話就判死刑 如果很可憐的話就判十年 可以判到底對不對 這叫做相對不定期刑 就是法律上有一個相對的範圍 讓你可以去決定要判輕判重 但是不可以完全沒有限制 愛怎麼判就怎麼判那不可以 好 所以罪刑法定主義簡不簡單 重點是你知道刑法第一條的規定 然後呢知道罪刑法定主義是適用在拘束人身自由的四種保安處分 那你第一條就OK了 好催眠一下 第一條怎麼 第一條內容是什麼 行為之處罰 以 行為時之 嗯? 你知道我在催眠什麼 催眠大家計法條 行為之處罰 以 行為時 法律有明文規定者違憲 然後各位同意要在心中目內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違憲 然後在心中murmur幾遍就記起來了 在上課的時候就把法條記起來是最聰明的做法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下課之後 你可以複習 你還可以看其他科目 還可以休息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上課的時間利用到最大化 不但聽懂還順便記起來 那為什麼你記得起來 因為你聽懂了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違憲 後面再介紹一句 居宿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 一同 哪四種? 是不是馬上就出來了 浮現那四種 趕快教育 還有 經驗處分還有 經驗處分還有 第四種 強制治療 結束 這樣第一條是不是學起來了 很簡單 好我們看一下第五頁 合規空白刑法是 事舉一例說明之 始終法律有無違反 罪行法定原則 然後呢 會出這題的原因是因為 刑法裡面有一個特殊的觀念叫做空白刑法 然後呢 它的考點非常固定 能考代就是這題而已 所以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很固定的出題形式 所以必須要再出來讓它知道說 什麼是空白刑法 它為什麼會跟第一條有關係 好 我們直接看你答 空白刑法指的是 又稱為空白構成要件 指的是上代補充的構成要件 中文都沒有問題 我記得往下看 直言之這也是中文 直言之就是我認真的跟你說 這樣說起來 直言之有沒有 乃呢刑法法條中沒有完整規定 全部的構成犯罪事實 而需在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章補充 實以運作的構成要件 有這種規定嗎 先想一下喔 空白構成要件指的是 刑法的法條裡面 並沒有把所有的犯罪的要素規定在裡面 就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條文 還需要其他別的規定來補充 你才能運作 這叫做空白刑法或是空白過程要件 有沒有 有 來法條192翻一下 192喔 來192翻一下 來192條要會 其實192條 Well 特別是在各位同學 我們 這個影響全世界的這個COVID-19 是從哪一年開始的 2019的年底 11還12月從那個武漢 裡面先傳出來對不對 然後各位同學有沒有覺得 往事立地在目 永遠都忘不了 就是我們的生活就從 其實2019年那個COVID-19剛出來的時候 年底剛出來的時候 台灣這邊還好 我沒什麼影響對不對 但是到隔年就整個全世界都受影響了 對不對 然後我還記得2020年的1月的時候 我馬上宣布說 欸這個口罩不能怎麼樣 因為 疫情剛出來的時候 那邊是大陸是很嚴重對不對 然後那個 當時 當時我還記得那個 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就是蘇貞昌嘛 然後說未來保護台灣人 所以那個口罩不能出口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印象 然後呢 哇沒有想到 瞬間就過了三年了 真的三年了喔 所以你說COVID-19是不是傳染疾病 是 好我們繼續看192條喔 違背關於預防傳染病 所公布的檢查或進口的法令 除兩年以下有求毒性 你覺得這個要件清不清楚 不清楚 因為它有沒有告訴你什麼法令 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法令內容是什麼 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傳染病是哪一種傳染病 沒有 所以192條要怎麼樣才能夠運作 必須要靠現在主管傳染病的主管機關是哪一個 很好 衛福部的全面叫做衛生福利部 然後下面一大水署嘛 什麼食藥署啊什麼署有沒有 這也是老師平常工作上會接觸的 因為老師有帶了一些比較大的藥商 去跟食藥署申請許可 所以老師的業務是包山包海這樣子 包山包海 所以呢今天什麼樣的病構成傳染病 誰規定的 是不是在刑法上會規定 不會喔 刑法上有沒有告訴你COVID-19是法令傳染病 並沒有 那要靠誰來補充 行政機關來補充 所以192條是標準的空白刑法 因為它裡面的規定不夠完整 要靠別的法規 別的行政機關來命令來補充 可以齁 所以192條是個標準的空白刑法 因為所謂的預防傳染病法令的具體內容 刑法因為沒辦法沒辦法清楚規定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傳染病隨時會出現啊 我們制定一個法律要 制定一個法律或一個條文要怎麼做 要經過哪一程 各位知道嗎 第一個你要先經過 你要先有 立法委員提案 或是有行政院會提案 就是這個法案要有東西對不對 菜要端出來也要先有人炒菜嗎 菜先炒出來一個盤子 先炒出一盤菜之後再經過一讀二讀三讀 這樣懂不懂 但那菜誰製作 要嘛就是立法院自己 不然就是行政院的各部會 有可能是法務部 可能是別的部門 那你先炒菜 然後先會一讀二讀三讀 你覺得傳染病這樣搞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因為都好幾個月 才要辦法審完法案 然後再公布是不是很花時間 這就是為什麼不可能在192條裡面 規定你是什麼傳染病的原因 因為來不及了 像這種需要時效性的 專業性的東西 就要靠行政機關來補充 來補充 這樣懂齁 好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題在問什麼 他說空白刑法是什麼 是舉例說明知 那有沒有違反 罪行法定主義的規定呢 那你告訴我 我已經告訴你空白刑法是什麼 以及它為什麼要出現 為什麼要有空白刑法 你覺得會不會違反 似乎會違反 因為我們說 我們說空白刑法 我們說罪行法定主義的第四個原則 不是構成要見明確 而且法律效果要明確嗎 那空白刑法正是 法律效果有明確 對不對 因為192條有說 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獲三萬塊以下法金 算明確啦 對不對 可是它沒有告訴你 傳染病是什麼 這個不明確 所以似乎 似乎不太符合 似乎不太符合 最新法律原則的樣子 可是各位同學要思考一下 如果它真的違反第一條的最新法律主義的話 那192條 豈不是一個違法的法條嗎 所以結論不可能這樣子 理解 所以它就變成說 因為 雖然192條 這是一個空白 構成要件或是一個空白刑法 可是因為它有明確的授權 行政境外的補充 授權誰來補充 所以它在精神上仍然怎麼樣 不違反最新法律主義 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來寫 就容易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在答題的時候呢 特別是打這種純理論的題目 如果要把篇幅寫多 其中一個技巧是 正面的寫一個說 反面寫一個說 好 我們看一下 老師在這題裡面怎麼寫 好 關於空白刑法的過程要件 需要由其他的法律或行政法規加來補充 那這樣子特殊的立法方式有沒有抵觸 有沒有違反最新法律原則呢 有兩說 那先說哪一種比較好 先說不是結論的那個 會比較好 好 那第一說就是 認為是違反的 但結論是不違反 違反最新法律主義 違反最新法律原則 因為最新法律原則下的 最新明確性原則指的是什麼 犯罪的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都要用法律來明確規定 但是我們看196條確實不夠明確 所以違背了法律明確性 最新明確性的要求 好 翻過來 然後第二個說法就是不違背 第二個說法叫做不違背 補充空白刑法的行政機關 這邊行政機關譬如說衛福部就是 衛生福利部的行政規章或命令呢 雖然不是國會立法權直接運作 而制定的刑事法律 確實是 譬如說衛福部所公佈的 雖然病是什麼 是COVID-19還是別的 雖然衛福部公佈的是一個行政命令 它不是一個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但是衛福部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是得到法律的授權 衛福部為什麼有權力做這件事情 它也是得到法律的授權 所以衛福部不論公佈任何的命令 它是一種委任立法 有受到立法權的監督 並不是行政機關可以自以為之 所以空白過程要件 仍然不違背最新法律原則 要往這個方向去推倒才是合理的 否則192條就會變成一個違法法條 怎麼可能 對不可能 好然後我們來寫個結論 通說指的就是 學者共同的見解 叫做通說 學說上共同